猜猜现在几点钟了 现在是 8点41 我们刚把那个买回来之后呢因为那个地方太拥挤了 而且那个地方我 那个在哪开了21年的墨西哥餐让我惊叹的是当时我给打电话说 2212 我都我进去的时候我还没有跟人说我是要的两碗木木的苏巴的时候 他说 你是不是要两碗木的苏巴 来来来这边也好了 当时哥们就傻眼了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来个这个来个这个 都可以啊 那行那今天给大家看看我和我徒弟俩人要吃什么 洗手 洗手的功夫就可以给大家 也是也是 我们今天要吃的东西 知道吧 咱一点点 这是什么 这是广东人喜欢吃的米饭 这一盒不管多少钱了 在那个墨西哥这一盒米饭卖的是相当贵啊是5块钱左右吧我不管了 这个就是麦努酥不里面的那个 料 通常的他们会把这个 柠檬切开给你然后你挤不挤吧就可以了 来来来来 今天我给大家这么多数不就没啥好介绍了 他一头 我一头 最重要是看这个 你看这个人还给我拿个盒专门过拿盒让我让我拿着你说这可以啊这服务请周到晚 这个啊 Bredo 这个Bredo看的香不香 上面还撒着东西都给你撒好了所以待会用刀一切一吃是不是就相当的舒服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白好白好 因为他们广东人好像就不喜欢吃这个啊不管说广东人喜欢吃 他不喜欢吃了 他不喜欢吃我干嘛 我在这开吃呗 来来来来再开灯再开灯 咱把咱所有灯 所有灯都开着 就是爱让让人天 和地都亮起来 天呐 我我我我这摄像机都想吃了啊 哇塞 这上一下头已经 头已经费了 为啥了 我我我我得给你擦擦了 你别着急呀 忍住忍住 你上来了兄弟啊 来嘛 已经准好了米饭也准好了 熟悉干净了啊 那就开始了 你有勺子吗 有没有 据说这是你的勺子是吗 可以 这里还有个这个时候 那看到没 有时候你喜欢用什么 我不管了 你为什么那么少啊 我这好像也不多啊 貌似给的是一碗啊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分量好像有点小 但是这个分量先不管我先尝一口这个 汤料 来可以深的味 再来口再来口 这个味道还是OK的 但如果说要和那个 如果说让我比一下哪个罗多数不最好喝最好吃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在达拉斯那个 那是真好吃 相当好吃 柠檬 你们柠檬怎么吃 我不知道你们柠檬什么是刚刚刚刚柠檬怎么吃啊 用纸擦下外面然后直接把嘴塞进去 咬一口 挤不出汁的 挤一口挤一口 啥呀 他这柠檬太干了 拿着纸巾给你 他这柠檬看到吗 哇这什么柠檬啊 不是这样 不是他柠檬没有汁的 不是 那不是 现在现在 不管了 这柠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这样吃啊 这样吃可以 这样吃比较不错 那可以可以 这个就是什么 他家的料 我也把这点洋葱 香菜 家家进去 提点鲜味 貌似旁边还有什么胡椒粉辣椒粉 我也来点 这个胡椒粉辣椒粉呢我就不放那么多了 我把这个放进来 哎呀我妈妈吃了别说了一说了说的我都 哎呦我先吃吧大家先看我吃吧吃饿的时候你说什么都不带人知道吗 我先吃我先下这个 就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叫做我让那个不是有他过来个这样的不是有 我们这三个啊 一共花了美金45块钱啊 哎 我 来来一块的 好 我们俩不客气 你 我牛肉 来吧来吧来 来吧 刚哥为你 刚哥为你 我来 我来个面 你还来个面吗 有 现在给你泡吗 啊 刚哥给下面吗 刚哥下面给你吃吗 那我兄弟吃上你的 就喜欢吃刚哥下面 要什么样的味道 泡一个就行是吧 水的温度不是很高啊 这个米饭比我还硬 那米饭比你还硬 我看来你太软了 两个人生活就这样拿开车啊现在我们俩人就在路上基本上就是不停啊 我们俩为不停的就是一块吃个午饭 一块吃个晚饭 他晚饭他也不想吃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吃呢 来当天是刚哥喝点汤啊 刚哥的面给你整好 现在我先不管了我也饿了我也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我就会吃我就会特别饿 有时候呢我根本就不饿 就看人 我跟人家呀如果大家的运动量不高的时候呢 一天就吃一顿饭 到了我这个年龄 如果你们运动量高的话你们可以一天吃两顿饭 但是我非常不建议大家一天吃三顿饭 你运动量天天吃你身体不肥 那能健康了吗 没事干饥饿 没事干把自己饿饿有饥饿感的生活 你把自己饿一饿的时候呢 身体也会健康 我相信在 在我视频 前面的 很多同很多同学嘛 就可以了解到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40岁的年龄35岁以后的时候 你身体消化不了的时候如果你吃特别多 你吃撑着一回 是不是贼难受 可是你饿的时候呢 你随便吃一口这一年头了 你只要能看到我的视频我就不信你能饿死 所以说呢 宁可少吃一口 别多吃那口 多吃那手撑着多难受 饿了就能吃啊 也不是饿了就能吃 没努力 这里面还有牛筋 这个牛筋挺大 牛筋挺大 以前啊 我把这饭一吃完 往这一坐 喝酒唠唠吃 睡觉 最近呢 和徒弟开始 徒弟喜欢开夜车 他要干嘛 他要干嘛 他要学东西 你夜路慢慢开你才能找经验值啊 我把经验值最高的野怪给他了 他也感谢我 屏幕面前不懂的 有些不懂的小伙伴们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让他开夜车 有很简单 长经验值长得快 长得相当的快 感觉影响是这种了 我 我终于知道五条儿通了 鼻孔眼孔好像通了 刚刚刚才吃到从从从食道里吃到鼻子里了 刚才我们那边来了一口吗全是牛肉 我们看看这是不是也是全是牛肉啊那边也是米饭牛肉都有啊 还没可以他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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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叫什么 什么 他不是都给你包好啊 你这东西撒好啊 你吃就可以了 今天我是真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饿 有可能到点了 我兄弟也饿了 他那晚饼饭吃完了没 我都就是我喝完没 他之前当过兵 吃饭跟打仗 泡兵 二营长 刚刚刚就是刚刚就是开飞机啊 我开飞机 后来为什么开 改成开卡车呢 开飞机的时候没法开车 我还觉得一边吃饭一边开车比较得劲 对吧跟大家一块 得瑟得瑟 开飞机就没法得瑟了一个掉下来了 我看你这方面真香 就是刚刚在给你蹭了后趟啊 到了大学生活的感觉 其实 他没有 不是每个人都在中国上过大学 你不上大学体验不中 跟你跟你抢食物吃那种感觉 嗯 嗯 来 整两口 好 我先整个 我先来口啊 来口来吧 哎 看着没 再来口面啊 看着 你看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整一口 整一口那面是不是就没了 我来口汤啊兄弟 啊舒服舒服舒服 下回那门洞都还得趁热吃 我们开了半小时这门洞都有点凉了哈 是吧兄弟 下回就趁 我们俩一路闻着味儿饿过来 我这个不会都挺大的 哎呀 是不是现在应该给我给我兄弟一个镜头看看他吃刚刚哥给他刚哥下下面给他吃好不好 好不好吃 舒服 balloon 舒服 ор ø 熊 oor or 反 тор 这时候大家有时候是不是想问我刚刚 你在路上天天吃啥 你最近怎么又天天吃吗 我想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开车的是在北美的路上 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地方呢 有什么 中国咱们有饮食文化每到一个地方是不是都有小吃 对吧 可是美国呢 你听说美国大餐吗 一个饮食文化 就决定了这个人这个国家的文化 一个国家有饮食文化说明这个历史就远远的有 美国 一两百年的历史 没啥没啥饮食文化 可是你发现墨西哥们有墨西哥餐 不管是什么都什么 说明墨西哥历史 远远就要比美国时间长 对不对 你在说希腊餐 印度餐 中餐 对吧 有人说说法国法国大餐 只要你能说这个餐来说明这个地方呢 有点文化 如果他这个餐子准了你一天两天吃不完或者一个星期一个月吃不完那这文化底蕴就多喽 我就喜欢吃快餐 你就喜欢吃快餐 他有说到快餐这个地方 说到快餐我给大家说说 像那他吃方便面 我们俩今天中午刚吃完方便面 没吃一会儿就饿了 别看还有猪肉 对吧 配的 但没吃一没吃会儿真的没过一会儿就饿了人都饿了 你让我们来点猪肉酥 这什么 这就是说 大餐 对吧 然后我们 挺挺的一晚上 挺到明天中午一个没啥问题吧 对 而且还有营养 可是说到快餐的时候 能不能吃饱能吃饱 但让你连去13天快餐能收得了吗 瘦了但是连让你喝三天的能够速度可以吗 问题不大 理解了吗 好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快餐的事 有时候让我跟大家说的没事敢吃点大餐啊 去KTV 吃点大餐 不要经常去吃快餐吃快餐的那个不会生啊快餐真的不会生啊 快餐不胃生 我还建议大家 能吃大餐吃点大餐 大餐耗钱也贵对不对 你看像我今天这45块 你要吃快餐 一个人十块钱搞定 对吧 你要泡两盒方便一人五毛钱搞定 关键美食人家快了 那是你还有别人是做的比较快啊 表现不允许 有时候条件不允许 有时候金钱不允许 不管怎么样了 今天这个不是一个给点 牛肉的 笨蛋老婆 我觉得这个40块钱值 他这么拥有素败呢 他这么拥有素败好像分量稍微少一点 在里面肉还 还行啊 肉还挺多 我能够通常应该配饼啊他这个没有配饼 最后 我这些东西都能吃完但是我给大家说个结束 跟大家说什么样的结束 如果说大家也在开卡车也经常烤包家里夫家这块我告诉大家在哪个地方 在出口啊 还没发 745号出口 那里有个拍了的 就在拍了的 那个park 就是那个 那个 什么 正南边 就是正南边 那里有个墨西哥餐厅啊 你可以去哪尝尝这个 我们能够速度也可以 他这个 他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 Breadle Taco 都行啊 我觉得是值得一试 为什么 因为那个店家在哪开了 21 东西都没有人捧场 在电脑前面里 我在手机前面 只要大家现在看到我的视频 我就非常的感谢大家 不是每个时间我们都把酒言欢 这就是我给大家展现 现在呢最近这最近这几最近这一个月把两个月吧 我都会跑 现在给大家 解释解释的好处 就是如果等你 我徒弟现在的他已经上手了 我睡觉呢 也就舒服多了 赚钱呢 也有多一点 最重要是旅途不带孤单了 如果是自己solo呢 现在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喝酒聊天了 是不是视频质量就会好一点 哈哈哈 但是不着急啊 叫做什么 我们以后的路 长着呢 我们来日 方程 还会记不期称 好像日子 没关系 cos iş 什么